今天 是咱们班最后一次班会了 平常的班会呢 我们都谈成绩 今天我们不谈成绩 我们聊点别的 作为一个 陪伴大家 度过高中三年的老师 我亲眼见证了你们的付出 和努力 当然 也见证了你们的调皮 和贪婪 有好多同学说 说如果我们的班主任 能够再温柔一点就好了 我满足大家 毕业 不等于结束 恰恰相反 它等于一个新的开始 老师真的希望你 在今后的人生当中 身处险进 能乘风破浪 面对困难 能不自暴自弃 你们要学会感恩的 感恩你们的父母 他们对你们的爱 那是无尽的 还要感恩你们自己 今天的你 是因为昨天的努力而成就的 让我们 勿忘母孝 相逢于江湖 高考在今 我只问你 有没有信心 有 大点声我听不见 有 有 我有 有 那 那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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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